現在是二萬八千點 又見到二萬八千點 其實今年年初 我都覺得今年會是升市的年份 因為都看回歷史數據 即是七至尾的年份 都是升得挺重要的 譬如對上那次是零七年 港股由年初二萬二萬三可以上到三萬一千點 在九七年也是 九七年亦都是去到當年的八月 去到一萬六千多點 八七七七其實都是升市的 六七亦都是 所以在過去見到逢是七這個年份 都是見到是開始升的 但到最後都是大跌的 這一次什麼時候大跌呢 沒有人知道的 這一次其實就相對健康一些 是慢慢升的 即是去年年尾跌到二萬一千四 慢慢地現在是連升了八個月 到現在二萬八千的邊緣那裏 其實後市會怎樣呢 沒有人知道的 有人說會去到三萬四 甚至四萬點 對我來說其實是沒有所謂的 升我又開心 跌我可能更開心 雖然在最後面上面 是相對賺少了 其實因為我自己在過去都提醒那些讀者 其實應該是在二萬一左右那裏 是儲存一些貨的 就不是現在什麼二萬六 二萬七 二萬八 才去問好不好買股票 所以過去那幾年大家都有很多機會 在二萬一左右去儲存貨 所以現在我都說什麼呢 是賺多賺少的問題 所以我的部署就是 它繼續升的時候 我繼續將部分的股票賣出去 也都不會賣光的 因為在2007年的時候 試過去到二萬三 二萬四的時候 見到港股都超賣得很厲害 PE都去到差不多二十倍 那時候決定就是一股不良賣光 之後當然很後悔 之後那三個月 竟然可以升到上三萬一千點 因為當我市瘋狂的時候 沒有人知道會升到多少 但始終提醒大家 其實港股呢 股值都是相對高的 差不多去到十六倍PE 那歷史平均呢 其實在講的是什麼 是十四五倍的 過去那十年的平均是十二倍幾的 過去那十年呢 是因為有H股 就拉低了恒指的平均PE 所以大家都要記住這些 歷史的教訓 那這次機會沒有了 那我始終都相信呢 股市是有升有跌的 那如果現在走去貿易人士的時候 可能過幾個月 當大調整危機的時候 就會很後悔 過去見到九七是這樣 零七是這樣 八七都是這樣 其實令到很多投資者 高價接貨的時候 就算手難腳